財經好,不要說人家的營養,這樣好 這是我們的趙君,第二位我們來看我們的師尊 師尊在我們,不太容易,我們來看看 真正的生命,在我們都很很很 在我們財經的是什麼?是我們的師尊 師尊在超過一百歲,超過一百歲 他在清條公孫十五年出生 師尊是祭公瓦粉的化身,就是祭公瓦粉的生元再來 有一個生粉,降低我們的師尊審庫 那我們師尊的生中,他的名字叫貴生 他的臨叫公貼,他的道叫田園 所以他整空之後,我們的老公主主義叫田園孤粉 所以這是我們的師尊,我們來看,很重要 看他就感覺很舒服的感覺,好嗎? 我們來解釋一下,我們的師尊,他出生的是公孫十五年 他出生那一年,他住在三年 他出生那一年,剛才那個天津,叫做田園 他一個很大,很大的,大高的那個園 在那一年,剛才火燒 這樣看我一個大大,很大,火燒起來 火很硬 這個田園,剛才在黃河,黃河的地方 所以火是要很硬,照下去黃河 黃河,我們平常都知道,黃河就是都鎖子 都不夠麵,這樣下去 不過那一年,火這樣照下去,黃河 剛才看得到那個火的地方,都要清掉 雖然是沒有清,但火這樣照下去,是清掉的 我們中國人,我們的祖宗有一個話說 只要黃河的水如果清,一定會出生意 剛才好,在這一年,公巿十五年,我們的祖宗 剛才在這一年出生 我們祖宗的出生,是一個家境不錯的家境 他們爸爸很小孩很痛,很痛這個祖宗的小孩 一小孩就一直拿這個祖宗的戴上一旁 就一直教他,我們中國的一些祖宗的金錢 心想教他,我們空巿傳下來的這個大德文化 他一直教他,所以這個祖宗很小孩,他就有很多的金錢 那來呢,他公巿差不多十幾年那時候 剛才民國粗年那時候,民國粗條簽條目期那時候 他一直都在政見,他的政見 所以我們祖宗十幾歲那時候,他就去做兵了 他做軍官,做五六年 做五六年之後呢,一直到差不多二十歲那時候 那時候,祖宗的爸爸,我身體不舒緩 他已經要回去,已經破片很嚴重 所以那時候,家裡的婚就來了 就叫祖宗一定要回去,看他爸爸的最愛情 那時候就回去 那時候回去,爸爸就整空了 他就沒有,他就沒有,他就沒有,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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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一直在家裡 幫他媽媽到三天 他一直到祖宗二十八歲的時候 他就是他們那個,那個,三師 剛才 있는데,一個老師,這老師叫祖宗 祖宗老師,祖宗老師 祖宗老師呢,他是我們的 那個魯中印魯祖宗開始的一個 前院 我們的十七代祖 魯中印祖宗在一開始的前院 那來呢,他們要來製我們的 這個須尊來求,我們這一關的報告 不過那時候在政經 所以我們孫孫的無沙咖雄姓 欲賣一個人的威嚇 所以他就不去 不過這個心吼吼吼 人家跟你說這個東西有好有好 雖然你會怕 但你也會吼吼 所以他就先請他媽媽 孫孫的媽媽先去揪這個桌 看他那裡到底是在變什麼 然後他媽媽去之後就揪桌 揪桌之後就說三步 那時候就開始嚇他江京鎖 說之後這孫孫的媽媽聽到非常開心 那天回來之後他就在孫孫說 聽到你一定要去揪這個台頭 這個台頭有好有好 孫孫就想說媽媽已經都說得這麼好 這樣我也來揪看看